无论再困难的比赛,再危险的局面,你永远可以相信孙颖莎 3比1,国民里队击败了朝鲜挺进押紧赛团体赛思想 看过孙颖莎太多场次的比赛了,第一次感觉莎莎打得这么憋屈 无论是第一盘爆冷输给金星星,还是第四盘3比2击败边松镜,都挺憋屈的 过光是莎莎,我相信真正看了比赛的球迷也跟着憋屈 转播画面经常夸评,更无论的是,有一段时间竟然连比分都没有 很多球迷在比赛过程中都在吐槽,一边替莎莎揪心,一边还在骂着转播效果 有的球迷甚至连马林喝水都看不出眼 这部分球迷的潜台词是,你也不动他,喝什么水啊,赶紧布置战术啊 要不就给我们莎莎提供一点情绪价值啊 好在呢,赢了,大家的气也消了吧 其实啊,马林也不容易,坐在他那个位置上,比咱们球迷紧张 真要是国兵被爆冷淘汰了,马林对任何一方都没法交代啊 简单复盘一下比赛吧 现在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这种无缝球对莎莎的影响很大 只要出球不是出界就是下网,根本没有发挥出自己的能力 连发力进攻的点都很难找到 莎莎就像空有一身本领的武林高手,所有绝招都使不出来 不知道这种无缝球的出现有什么意义呢 难道是专门为了限制国拼的吗 甚至啊,我都有点担心,国际拼联看到后会不会把无缝球 安排成国际大赛指定用球呢 客观呢说,朝鲜队很强,尤其是金晋英 这个一脸萌萌的小姑娘,打球啊,是真狠 技术呢,也没得说 虽然没有出现在巴黎奥运会的单打赛场 但是在混双决赛中,给沙头已经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而对于张本智和与早前希纳而言 李正直和金晋英更是他们的噩梦啊 无缝球对莎莎有影响 但是对金晋英这样的怪球手非常友好 不仅不会成为阻碍,反而呢,会成为助力 导致莎莎输球的原因啊 不仅是无缝球这种客观因素 还有一点很重要,莎莎呀,太累了 从巴黎奥运会身兼三线开始 一直到澳门冠军赛 再到大满冠赛 孙颖莎都保持着全勤的状态 而且奥运会之后难得的休息时间 沙沙的活动也在忙不停 几乎没有任何的休息和调整 大满冠赛夺冠之后就赶往比赛场地 仅隔了一天就参加比赛 而且还是对阵朝鲜这样的强队 说句难听的,就是生产队的驴也没有这么使唤的 还有我不太明白啊,亚锦赛这么重要吗,为什么要让莎莎身兼三项呢,女双非得踏打不可吗 还有,大满冠赛和亚锦赛无缝衔接 当初制定时间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球员的身体能否吃得消呢 希望啊,国平教练组能从这场比赛之后认真的思考一下 心疼一下我们的球员吧 大家都是肉体繁胎啊,所谓的能坚持 也是靠着一直品质在扛啊 他们的身体其实已经极度疲劳了 输球我们大家都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 国平不是不能输球,真正的球迷也不是输不起 但是比结果更重要的是球员的身体啊 竞技场上因为过度疲劳导致伤病 甚至出现危险的例子,可有不少啊 再说回比赛,除了莎莎呢 王毅迪和石英瑶的表现也都非常棒 曾屡次在大赛中掉链子的大敌 这一次在关键的时刻顶住了压力 为国平将比分扳平,也为自己挽回了尊严 而且感觉吴凤球对王毅迪的影响反而呢 没这么大,这种感觉跟梁景坤在此前 男团的表现差不多是一样的 小将石薰瑶呢首次代表国平参加团体大赛 而且还是一场必须要拿下的比赛 这种压力可想而知 然而石薰瑶做到了 他的胜利为四星沙最终逆软比赛 减轻了心理压力,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相信经此一战后 无论是王毅迪还是石薰瑶 都会被教练组另眼相开 新周期一切皆有可能 国平参赛的三位姑娘都值得掌声鼓励 但是孙颖莎的状态更让人心疼和担心 一个不到24岁的女孩 承载的东西太多了 被要求的东西也太多了 无论压锦赛之后的成绩如何 都希望莎莎能健康完赛 您说呢